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是最坚实的机座 本职岗位上他们勤奋进取建功立业 大义当前时他们毅然请战守护平安 寻常日子里他们笑老爱亲唱爱成歌 军女人生相伴着付出和牺牲 而付出和牺牲的不只是军人 我只对深入开展的好军嫂评选活动 是对广大军嫂多年来无私奉献的真诚感谢 是对他们无悔付出的深深致敬 他们的爱沽满忠诚之路 军嫂的情温暖着少所凝房 爱与责任相随相伴 忠诚与忠贞 携手并肩 尊敬的各位领导 亲爱的战友们 尊敬的各位军嫂 可爱的孩子们 大家下午好 被抽调至于此区人民医院检验科输血部门工作 为重大临床手术和急诊科手术成功 紧急配血百余刺 步履匆匆穿行病房 八载光阴你捧出的血浆不惜流淌 日复一日浇灌着生命的坚强 爱是快乐的 爱就意味着付出 不图回报 这是她对爱情朴素的理解 婚后的四年里 每一天她操持家务照顾老人 用默默的付出 兑现着自己在婚礼上的誓言 爱情最美好 所以你一心付出 不求回报 军人最可靠 你却成了军人最坚实的依靠 非常敬虚的 她是一名坚强独立的单身妈妈 在新冠疫情影响部队实行封闭式管理的情况下 独自一人照顾强保中刚刚出生的孩子 最深沉的爱 不管天涯咫尺都会温暖童年 因为父亲守着她学步的路 把手术的鲜花送给你最爱的人 我是有位填膜的在家庭角色的同学 然后让宝宝能够理解明白自己爸爸的工作 以及对她的爱 作为社区职工的她毫不犹豫地放弃休假回到岗位 与同事一道担起了社区五千多人的防控担子 你放下浪漫 扛起担当 错过了生命中最憧憬的蜜月 却守住了五千多个父老乡亲的平安 同事一道心中最爱的人 祝贺张分 祝贺 所谓民党员和军署 我理应处在最前线 我责无庞贷 谢谢 王小梅 这位只有24岁的母亲 提前结束了自己的产假 将三个月大的双胞胎女儿 交给父母照看 回到了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 六汪中心卫生院的工作岗位 大义当前 我不需要任何照顾 是你铿锵的承诺 丈夫是战士 我也是战士 是这个春天里最热血的誓言 有些花送给你的爱人 是女儿也是母亲 父母因病先后手术 儿子无人照料 他扶老邪幼辗转寻医 为妻为母 孝老爱亲 无愧心 操劳郁郁 尽亲尽责 愿者们 今天请不吝点赞 监IN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